预级的优点是 它不需要写程式 它会帮你录下来 可是它缺点就是 录下来的东西 其实很繁琐 然后呢 你可能有一些到底 它怎么产生 有些细节你可能不知道 那所以我们换一个方法 如果我今天是 这个上面这个格式的话 它格式化清楚 是用自己 之前的逻辑写出来了 那前面有讲过了 我们如果要 格式里面的资料的话 其实可以 所以前面讲过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如果它的一栏里面 所以你可以把 sales i 豆点一栏里面的资料抓出来 如果这里面的资料 假如是 小于等于7的话 那做什么呢 如果这个条件为 为真的话 那你就做什么 把它的字的颜色 改成红色 把它底色 改成黄色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吧 有印象吧 那所以有些 而且叙述都跟前面 其实讲过的都一样 只是你要怎么样 把这东西写出来 OK 讲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 有些地方一样 所以我就直接来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的撰写 第一个一样 插入一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程序 那名称 为了要跟那个 就是模组刚刚录的名称有区别 因为不能有一样的名称 所以后面我加一个VBA 格式化的方法 就是用VBA来写 然后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I 样 个 Ness For Ness If 这个有印象 前面写蛮多 如果Sales i 列的依然 小于等于7 这样的叙述应该可以理解 Zen 做什么事呢 如果小于等于7 那就把颜色 字的颜色改为红色 这个有记得吧 红色就是RGB 255 豆点零 豆点零 那就红色 那底色的话 就是Intero Color 有没有 等于红色加绿色 就黄色 OK 这个好像前面都有啦 如果你有点忘记 回去再复习一下 这样的话呢 全部跑完 你会发现 如果是7以下的 就会帮你加颜色上去 那清除的话 怎么清除呢 基本上 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反正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我只要怎么样 里面的字跟 字的颜色 跟底色 都恢复成原来的 那不做逻辑判断 其实我本来是有写逻辑判 我后来发现 不用了 反正全部都改回来 那不管说 有没有改不改 反正通通都变成什么 这个第一个 把底色变成黑色 字的颜色啊 改为黑色 黑色就是三个零 底色的话 如果说底下的颜色 要清除掉的话 Intero Color 把它加个Color Index 等于没有 这样的话我们来试 执行 你会发现 他等于从头帮你 改回来 颜色黑色 底色去掉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应该可以理解 很多地方 前面都有做过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 把前面的逻辑 跟我们后面的功能需求 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这个 你可能需要动一点脑筋 因为你工作里面 很多其实就 弹性灵活去 可能还是要变化一下 那初期 当然你可以拿我的程式 来做一点点修改 不过慢慢你要 要改到越顺手 然后自己可以再做一些 比较进一步的变化 慢慢你就会知道 VBA其实还蛮厉害的 很多地方很快 就可以做出来 那最后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最后一个功能需求 就是说我希望呢 帮我找到这个 比如说小于等于7的 那但是我希望列出来的 不是把它填颜色 而是我希望知道 到底是哪7个号码吗 你帮我填颜色 到时候我还是得要怎么样 自己稍微看一下 这个一个 这个两个 这个三个 还要这样切来切去 那你最好是怎么样 按下某个按钮 自动帮我把12号 然后呢 21号等等的 全部都帮我列在这边 7个号码就列一排就好了 这样省事多了 对不对 所以按下前七名 全部都列出来了 那可是问题 程度上要怎么写 这才是重点 不过这个才会难一点点 但是也不是很难啦 里面的话呢 会也是一样 你就是一样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么呢 把这个数字调出来 判断一下 是不是小于等于7 如果小于等于7的话 做什么 把它一样的列 同一列的A栏的资料 放到这边来就好了 放到F栏的哪一列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三列 第四列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概念应该有啦 可是会有一个地方 需要一个变数 什么变数 我放了这个 假设我放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2嘛 对不对 那可是我2之后呢 放了一个12字进来之后 再来要往下变3 变4 变5 所以这里 我会多增加一个变数 叫追 这个追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说 我将来应该放在F栏的 第几列的位置 所以 这边我们来直接来看一下 直接一样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呢 我取名叫前七名 那我这边会多一个追 预设值给它2 追等于2 为什么追等于2 因为这个追指的就是说 我将来要放在前七名的第几列 那如果说放一个之后的话 找到第一个之后 对不对啊 那再换下一个变成追 把它怎么样 加上1嘛 加1之后变3 那3之后就变换下一列 再下一列 再下一列 一直往下放就对了 所以呢 我这边多一个追 这个追 指的就是说 前七名 从第几列开始 那我这个地方 就 Z等于2 然后呢 For 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 这个跟前面一样 然后NAS 这边有一个 如果 这个也一模一样 跟刚刚那个格式化 基本上一样 那只是说呢 刚刚是 如果这个条件为处 是更改它的 字的颜色跟底色 但是这个地方不一样 这个是怎么样 如果这个为处 那就把 它的A栏的资料 call到这边来 所以我这边的话 就是 这个call过来的东西 后面的东西 丢到前面 那也就怎么样 我的动作是 找到这个对 那它的A栏 帮我丢到这边来 这个叙述 这个应该 这个前面是逻辑 那实际上的程式如何撰写 其实 这个是要丢的 所以要丢的东西 写到后面 有没有 那丢到哪里呢 丢到F栏 那F栏哪一列呢 J列 从J开始 有没有 的F栏 所以把这个丢到这边来 就是把12 丢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因为J等于2 那已经丢了一个12之后 底下记得 要把J 怎么样 加了1之后 再写回去 本来是2 加了1之后 变3 写回去这个时候 J就变3了 那3意思就是 换下一列 对不对 换下一列 3再加1 变4 4再加1 就是让它一直往下的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直接 来Run一下 给各位看 假设我这边先删掉 好 那我们直接利用这个 我设个中断点 假设已经找到了 这边执行 那这个时候J 预设值是2 那我要输出 刚好找到了 如果找到7 那我要把12丢过去的话 这个时候12 丢到F 先F8 丢过来12了 那这个时候呢 再把J J现在得2 把它加了1 再写回去 J等于3了 OK 然后呢 再让它底下去判断 再找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是应该是 到这里2 好 找到2 这个时候2的 前面这个数字多少 21 把21再丢过去 因为J现在等于3 所以是刚好F3 丢到F3里面去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把J再加1 J现在等于3 加了1 之后 丢回去 变成4了 有没有 后面就是 等于是再加1 写回去 加1写回去 可以理解了 OK 然后呢 再来其他的都一样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的 全部帮我把它 通通抓过来 OK 所以这个当然VBA难度 比较稍微难一点 不过我想这边的逻辑 写的方式呢 我想都跟前面 基本上有一致性的逻辑 有没有 大致上很多城市都写一样 那请各位试一下 总共会有 这个是格式化用VBA 格式化清除 也是用VBA 那取得前7名的话 这个也是用VBA 难 最难的应该是这里 不过比较 可能会有问题的 我想大部分同学 应该是在 在这边吧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就是追的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